说起归国四死,可能有些人有点陌生,归国四死是指韩团EXO中四位中国成员,包括吴依凡、陆寒、王子涛、张一星,如今只有张一星还在EXO,其他三人纷纷解约。 讲道理,相比于其他三人,刚开始张一星,真的算是四人中资源最差,人际最低的。 2015年,张一星加入了极限挑战,因为诚实、善良的性格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小绵羊,因为极限挑战,张一星在国内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、喜欢。 这一年,他开始接触大萤幕参演电影,不仅如此,他所得的团体EXO成为首个登上韩国巨蛋开唱的艺人团体,而张一星成为第一个登上韩国巨蛋的中国艺人。 2016年,张一星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《好先生》由孙宏雷带着。 讲真,他在这部剧中的演技很尴尬。 同年,老九门播出,张一星饰演如雅温润且情深意重,的长沙花鼓戏名角《二月红》,《二月红球雕》那段戏看哭了不少人。 因为这个角色开始让不少观众对他的演技改观了。 2017年,可以算是张一星的丰收年。 这一年,他首灯央视春晚,参演的电影获得当年春节当票房冠军,两个落脏在杜沙夫人落相馆节目。 不仅如此,在音乐方面,他偷的个人专辑刷新华语专辑,及歌手,在世界专辑网派名最高的再把纪录。 2018年,他要登阳市春晚,还以导师身份参加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,也看张一星平时很温柔、哀笑,但是在专业面前,他很严格,不允许选手出差错。 8月10日,黄宝的电影《一出好戏》正式上映,许多网友看完电影后,表示张一星的演技有了志的飞跃,就算是对他演技的肯定了。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老师黄磊是他的师父,影帝黄磊带着他演戏,孙宏磊是他为珍宝。 这样的配备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,这些都是从天而降的吗? 不,并不是,正是因为张一星努力、善良、谦逊的性格,他才深受极限男人抱前辈的喜爱。 在豁杂的娱乐圈,张一星还能保持纯真善良,这些才是黄伯他们喜欢张一星的原因吧。 相信努力努力再努力,张一星会越来越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